拿出爱车的保险资料 刘小姐好生气 因为她去年和先生花了120万 购买一辆法国品牌的休旅车 并透过汽车业务投包以示车险 没想到要续约时 却发现保费涨了20% 让她察觉不对劲 刘小姐控诉因为当初是在桃园买车 但她在台中工作 期间业务处理问题尽心尽力 她十分信任对方 也为了方便交付印章 刘小姐说 事发后当事业务曾南下台中 到她公司住处送咖啡甜点致歉 但她认为事关重大 仍决定报警提告 大甲分局证实已经接获刘小姐报案 会将资料转交桃园警方处理 而致电求证当事汽车公司营业经理 她表示投诉内容和事实有出入 公司已经派员赴警局说明 后续事宜将交由总公司法务处理 进一步致电当事公司要求联系法务 结果前没有回应 三天新闻无中的税率提供不到 你也忘记轿车跑车越野车 民众买车后一定会保车提现 但在何种状况选择出现是一大重点 如果是一些小插商 我就可能不会动到保险 保险公司帮你处理 你就比较单纯 根据车行老板建议 如果发生严重车祸 车子引擎板机变形变速箱坏掉 维修金额破万比 隔年增加保费金额还高 那就建议申请出现 但如果车子只是小插状 刮商歇为掉期 维修金额只有几千块钱 就不建议办理出现 当然如果国产车撞进口车 维修费惊人一定要出现 但保险达人也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把小刮商 累积起来出现 可能会导致来年保费暴增 保险公司它会看次数 前面赚一次 他可能赚一次 后面赚一次 赚又赚一次 可能就算三次的小刮商 会理赔三次的理赔记录 一年一次增加百分之十的话 那一年三次 那就增加百分之三十 保险达人说选择 以示品是保险人时 要把年龄性别肇事记录 统统纳入考量 根据保险公司的规定 以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车主 保费最贵 以年龄月高递减 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次之 再来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最便宜的则是三十岁到六十岁的女性 民众买车办理保险后 接下来就要精打细算 出现的时间点学问很大 如果轻易出现 跟隔年保费增加的比例有落差 没算清楚可就亏大了 现在是台中彰化组合报道 中彰化组合